一个视频看透东晋 十一个皇帝103年乱世 东晋没啥薪水 就两件事 内斗和北伐 这俩事经常还互相成就 有时候内斗是为了北伐 有时候北伐是为了内斗 比如东晋第一个皇帝 晋元帝司马瑞 他上位是因为公元317年 在洛阳的西晋王室四绝了 司马瑞在建康 也就是南京 继位接班 因为洛阳在西 建康在东 所以前面叫西晋 后面叫东晋 司马瑞也不是苟且偷安之辈 他是有理想的 这理想当然就是 被伐中元再统天下 但他手里没实力 那实力在谁手里呢 世家大族 他们有钱有兵 有地方行政权 司马瑞的话 人家本来就不大听 更何况让他们出钱 出兵北伐 那如果你是司马瑞 该怎么办呢 那不论是被北伐 还是扩张皇权 都得把权力抓回来吧 那怎么实现呢 还的是内斗嘛 所以这一阶段 可以算是为了北伐的内斗 连斗三个皇帝 每人异常叛乱 司马瑞斗的是东晋最大的氏族 狼牙王室 司马瑞把城乡王岛的拳收了 人王岛倒倒没咋样 他堂兄王敦跳出来了 干啥啊你啊 白狼啊 你司马瑞当年刚到健康 就一广告司令 都没人搭理你 是谁上顿培下顿培 为你笼入人心呢 王岛啊 是谁扬谋阴谋 帮你打击一击啊 王岛啊 把人大足惹鸡眼了 是谁为你带兵评判呢 我王敦啊 忘恩负义 几次上表言辞激烈 司马瑞这边呢 也是毫不退让 积极备战 终于三二年初 王敦从荆州起兵 清军策了 不到撒月就清到健康 司马瑞极极可危 叛军的进展为啥这么迅猛呢 一是王敦确实有能力 有实力 他的地盘是荆州 军队强大 王敦这人也会打仗 二是晋元的司马瑞 是既无外援又无内力 外援这块 大士族们当然不会帮司马瑞啊 你要真把王敦搞定了 下一步肯定搞我们啊 外援只望不上 司马瑞的内力也吸收 他有点兵 但都是刚乌合起来的 毫无战斗力 他用的将领也都是大明士 碰上王敦 逃的逃降的降 司马瑞也只能向叛军认怂 服了 他的集权行动明显是操之过急 从此王敦完全控制了朝政 他没杀司马瑞架空了 自己回到荆州遥控朝政 司马瑞又分了几个月 死了 47岁 在位6年 他的太子接班 也就是东晋第二任皇帝 晋民帝司马哨 司马哨上为一年 逐渐掌握了一些权力 他和在荆州的王敦 肯定是互相看不出眼嘛 三二四年 两边再次摊牌 这也是王敦的第二次反叛 不过这回啊 王敦虽然兵多 反而是弱势了 第一是他的身体不好了 第二是大士族们都支持皇上出兵秦王 那为啥这回不一样了呢 你王敦第一次叛乱 是教训司马瑞 大家都很开心 但是第二次叛乱就是要篡位了 你老王那么强势 刚毕自幼 真当了皇上 我们就难过了 还不如司马家 弱弱的 舒服 第三个原因 是对手不同了 晋民帝司马哨 可以算是东晋唯一的明军 至少有明军的气象 别看他这会儿 刚二十五 真是少年英雄 有这么个事啊 王敦的叛军离建康不远了 司马哨也没带几个人 亲自去刺探军情 其实也没啥必要 就是年轻其胜 个人英雄主义嘛 跟孙权探曹操一样 司马哨到叛军大营外 转了一圈 还被王敦这边扔出来了 皇上啊这是啊 赶紧追 司马哨跑了一段 趁歇马的时候 取来河水 把马粪浇凉了 那这是干嘛呢 等聚兵赶上来 你看马粪是凉的 完了 这肯定是跑远了 算了不追了 那这事呢 还是小聪明 人司马哨更有大智慧 当时很多地方不对 都到健康保卫皇上 最重要的一职 是江北来的刘明帅苏骏 那刘明帅是啥呢 就是从北方 逃难过来的老百姓 逃难的路上倒飞横行 百姓为了自保 武装起来了 也自发推出了领袖 这就是刘明帅 这种刘明武装 是真刀真强杀出来的 战斗力极强 刘明帅也都是凭本事上来的 有经验有能力 他们一直是保卫东进的 最重要力量 只是东京朝廷 怕他们不好控制 不许过疆 留在江北防卫北方吧 朝廷管饭 这会儿苏骏的队伍来了 司马哨也是非常重视 连夜接见 对将领们都有赏赐 而且还不是人人一二 美人各有不同 这个送马剑 那个给拼马 将领士兵们 自然是感激涕零 士气大振 很快击败了王敦的先头部队 王敦这时候 身体本来就更不好了 一庭打了败仗 连气带病 死了 叛军封锁死去 和司马哨局战 大败 东进的第二场叛乱 就这么平定了 司马哨平定了内乱 皇权有所提升 他的执政水平也很不错 如果给他20年 历史很可能会大变样 但是仅一年之后 司马哨就病死了 26岁 在位三年 太子司马衍继位 这就是进城地 才四岁 这么小的年纪 当然是由别人辅政 掌权是太后的哥哥宇亮 这也就是外戚 宇亮这人还是挺忠诚的 也胸怀大志 一心要扩张皇权 不过从之前两场叛乱 也看出来了 现在皇室最缺的是什么 兵啊 没兵怎么收拾世俗 那哪有兵呢 刘明帅苏骏不是很猛吗 宇亮就想收编刘明武装 其实江北的刘明帅 一直不受重视 很边缘 苏骏这人呢 也没啥野心 如果宇亮好好拉拢下 应该能为他所用 但是宇亮的手法呢 非常霸道 苏骏赶紧回健康 给你个农业部长 那人苏骏肯定不干啊 不干就算你谋反 到底把苏骏逼急了 真反了 这就是东晋开国第三派 苏骏之乱 宇亮跟苏骏一交手 完全不是个 苏骏不但攻入健康 甚至把小皇帝司马眼都逮住了 虽然后来 保皇派集结优势兵力 把判平了 东晋朝廷的影响力 还是又落千丈 加上晋城帝司马眼 天赋是不错 但是亲政没两年 21岁又病死了 公元342年 他的弟弟司马岳继位 之后的皇帝 就没有一个能主事的 东晋完全成为 门法士族政治 这门法士族政治 是啥意思呢 国家的财力兵力 都由世家大族分散掌握 朝廷的决策 都是大族们博弈 妥协的结果 而且开国三叛 也让士族们有共识了 不能让任何人做大 谁大谁盼呢 再说了 谁要真把司马去带了 那肯定是个强势皇帝 皇权壮大 我们的利益 不就受损了吗 那这样一来 之后别管谁大了 都是群其而斗智 受着内斗文化 影响最大的 又正是北伐 因为北副中原 是人心所向 别说统一天下 谁能取得一些战国 都可以大幅提升 自己的地位影响力 但是刚才也说了 门法士族们 又不愿意看到 任何人做大 所以在东京 人人喊北伐 也有人是真心想北伐 但是谁都不希望别人北伐 至少不希望别人北伐成功 你要是败了也就罢了 要是打赢了 后面各种小动作 头后腿就都来了 甚至你在北方打得越好 越要担心 后方会不会给你断粮 那东京接下来 也正好进入了20年的北伐期 北伐的人是桓文 桓文一开始能出头啊 也是内斗的功劳 朝廷派他镇守荆州 就是为了打压外戚 宇家的势力 没想到人桓文才是真业信家 我不能流防百事 也要一臭万年 这俩成语就是他说的 那他到底想干的啥呢 也就是篡位称帝而已 不过篡位啊 比造反更难 你得让大家服你啊 以桓文的家世 功劳掌控力 肯定是不够的 那怎么才能捞到政治资本呢 当然是被罚嘛 后来桓文也是大罚三次 只是他被罚是为了掌控朝政 所以可以叫做为了内斗的被罚 公元346年 桓文先向西 攻遍了四川的丞汉 收复西南 349年又迎来一次被罚两极 后召魔军石虎死了 后召分裂 北方又碎一地 桓文立刻要求被罚 但是东京朝廷不同意 这时候大家都看出来了 桓文野心大呀 不过这话呢 又不能明讲 那你不让人罚 总得有个正当理由吧 凭啥呀 被罚是政治正确呀 朝廷说 不是不罚 是另有安排 让别人罚 那这别人叫殷浩 朝廷把他抬举上来 就是为了制衡桓文 关键殷浩这人呢 大明氏 富尔贼族 明氏明氏 啥也不是 他能罚好吗 其实殷浩面对的形势 那是大馅饼往嘴里掉 这时候黄河以南 基本都是权力真空辣 洛阳有个小势力 已经向东京投诚 你带兵过去就能收复 结果任殷浩打败仗 都不需要有敌人 自己人都够他喝一壶 殷浩手下有个叫姚香的 是之前带着队伍 从后罩投奔了东京 殷浩不信任这姚香 总想办他 你能办好也行 一堆拙裂小伎俩 每次都被人破解 最后终于把姚香逼返了 那你一号能惹事 也得能平事吧 反而两次被姚香击败 损失惨重 这下东京朝野沸腾 桓文也有话说了 看看你们推的人 搞成什么样子 还拦我被罚不 朝廷理了个大亏 罚吧你啊 但是这桶折腾浪费了三年 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了 北方的形势是前沿 惩罚华为 前勤占据观众 不好罚了 好在354年 桓文等到一个机会 顾安中的前勤发生内乱 桓文出兵被罚 直至长安 桓文的军事水平还是不错的 一路打到长安城边 他如果攻城决战 很有机会收复长安 只是桓文这人 性格太过谨慎 总想万无一失 这也是为保留实力 怕损失太大 手里没兵了 被朝廷清算 桓文耗了一阵 后勤也出了问题 退兵了 这第一次北伐 虽然没能收复长安 也算是鼓舞人心了 头一回啊 桓文声名大振 两年后再次北伐 这回顺利打败了那个遥乡 收复洛阳 这次回来 桓文就如日中田了 之后十几年 他的经历都在东京内部 扶持亲信 打击一击 独揽朝政 梦想似乎只有一步之遥 公元369年 这一步桓文终于踹出去了 带兵北伐前沿 这次本来也是个好机会 前沿证局不稳 但是桓文还是太紧身 禁军缓慢 人家又稳住了 桓文打不动 也耗不过 回撤还被追击 大败 这第三次北伐的惨败 给桓文的打击极大 如果这回稍微发出点成果 桓文肯定就窜了 结果输得这么惨 咋办 桓文就想对皇上做文章 这段说是快那是迟 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东晋也送走了三位皇帝 晋康蒂司马越 身体不好 二十二岁死了 再位两年 一岁的太子司马丹继位 身体不好 十八岁死了 再位十七年 他是东晋的第五任晋墓帝 皇叔司马批继位 是第六任晋埃帝 身体不好 小小年纪还吃丹药 二十四岁死了 再位四年 他的弟弟司马懿接班 第七任晋肺帝 继位后一直小心谨慎 但是桓文说呀 他身体不好 生不出儿子 几个皇子都是找人代劳 重金求子 逼着太后把他废了 再位六年 那你桓文说人家身体不好 谁好啊 他还真找了一个司马玉 是晋元帝司马瑞的小儿子 这会儿已经五十二了 有儿子 保真 桓文逼他继位 这就是第八任 晋简文帝 不过这事很有意思 全臣用力皇上都是厉小的 桓文怎么还立个五十多的呢 其实他和司马玉关系不错 这就是让你过把皇上饮 等你死了 善良给我 好不好啊 司马玉觉得不咋好 但又如何是好呢 优分交加 而且本来身体也不好了 继位几个月就死了 司马玉在死前 还真想满足桓文的愿望 诏书本来都写好了 太子司马耀继位 那这就是第九任 晋孝武帝 让桓文辅证 还有这么一句 太子可辅辅之 不可 公自取之 跟刘备托古诸葛亮是一样的 不过身边大臣激烈反对 又把诏书改了 桓文你就辅个证 好吧 桓文觉得很不好 但是再想好啊 就只能硬窜了 犹豫再三 还是算了 不是没这个能力 是有三个顾虑 一是他身体不好 五十了 就剩一年了 二是这会儿谢安 已经出来主持朝政了 就是肥水之战的那个谢安 桓文觉得他很不好对付 第三是自己的爱子桓玄 很好对付 才四岁 要是我强行篡位 桓玄接班 肯定斗不过谢安他们的 那不是整个家族都要抄战吗 373年 桓文死了 没错 后来他的儿子桓玄 还是满足了他的夙愿 也实现了他的预期 接下来的十年 东晋是谢安主政 他是不管事不找事 但是你不找事事饶你啊 此时前秦福建 不但统一了北方 还攻下了东晋的益州 终于在383年 大举难争 这就是肥水之战 大家太神了 东晋主帅是谢安的侄子谢玄 他让前秦退一退 前秦一退 后面东晋小将朱旭大喊 前军败咯 秦军败咯 前秦大军就这么一窥千里 值得一提的是北斧军 他们就是以前的流民武装 这回有正式编制了 在肥水之战立下大功 后来灭亡东晋的刘裕 也是北斧军的 肥水惨败也让前秦崩溃了 北方又一次分裂 东晋也趁胜北伐 开始是谢安领衔 谢安死后是谢玄 谢玄死后换成朱旭 都是肥水功臣 几年时间又收复了益州和黄河以南 包括洛阳 但是尽管这几个人都没啥野心 后方还是要拖后腿 谁取得一点战果 就想办法压制你 换了你 所以这次北伐 可以叫受制于内斗的北伐 而且东晋和后来的南朝 又一直有个问题 不肯把统治重心北移 健康离黄河前线 就太东太南了 所以每次北伐的成果 北方一反攻就丢了 连洛阳都不好好受 丢了也不见心疼 丢丢呗 不丢下回伐啥呀 欲夺之先欲之嘛 这轮北伐之后 东晋也进入默契了 晋孝武帝司马耀 昏庸武道 竟然被自己的嫔妃 用被子捂死了 因为司马耀校伙人家岁数大了 这时候掌管朝政的 是司马耀的弟弟司马道子 其实他应该才是士君的主谋 皇帝死了 继位的是谁呢 皇长子司马德宗 第十任晋安帝 他是史上智力最低的皇帝 真的是生理意义上的傻子 冷暖不知 吃喝拉撒不能自理 司马道子扶他上位 就是因为好控制 皇上这样朝政更是一塌糊涂 士族奢侈糜烂 百姓民不聊生 在399年爆发了孙恩起义 差点打进剑卡 本来就苟延缠喘的东晋 又被打掉半口气 虽然北斧军剿灭了孙恩 402年 桓文的那个儿子桓玄 又骑兵清军策 这回就连北斧军也倒向了桓玄 很快成功清策 那桓玄的叛乱 各方势力就没治他吗 开始还真没有 这几年司马道子也俩专权 不得人心 如果你还选好好干 也行 但是还选这人能力平庸 又飞扬跋扈 仅过一年多 居然废了傻皇帝 自己称帝了 这显然是太急了 何得何等啊 被罚了吗你 所以这场乱子 可以叫欠缺被罚的内斗 还选称帝不到撒月 北斧军将领刘裕 在镇将率先骑兵逃伐 他身边也寄居了一批 来自中下层的能人之士 虽然一开始兵力不过输钱 但仅用五天就打进监考 还选败亡 果然让桓玄绝了后 那刘裕就揭查成地呗 他要真这么虎啊 就连还选都不如了 刘裕是汉氏宗亲 当然家道早落了 没身份没地位 虽然这回靠逃逆立了大功 掌握了不小的权力 但是别说朝廷内外 连自己的战友都有人不服他 那怎么让人服呢 还是北伐 刘裕的北伐 应该算是终结内斗的北伐 刘裕先把傻黄的立回来 用几年时间壮大自己 409年 北伐灭了山东的南烟 回来又平派 收拾反目成仇的战友 收复益州 挫败司马家族的最后反扑 最终在417年 再次北伐观众的后勤 一举拿下洛阳和长安 可谓气一吞万里如虎 虽然长安很快又丢了 不过以刘裕的功绩 和此时对上下的掌控力 完全可以取代东京了 只是刘裕又搞出个最后的小插曲 那会儿有谶语 昌明之后尚有二帝 昌明是上一个皇帝 被吴死内司马耀的字 刘裕一听 啥意思 他之后还得有俩呗 现在才一个呀 傻得重 等他死了 还得再有一个 那我哪儿等得起呀 我都56了 他才37 身体还倍儿棒 傻子就没身体不好的 所以刘裕杀了金安帝司马德宗 又让他的弟弟司马德文继位 这就是第十一任 末代皇帝进宫地 纯粹未凑数 第二年公元420 刘裕完成山位建立南朝宋 东晋灭亡 很快他又把司马宗亲通通屠杀 其实东晋这百年更精彩地在北方 也就是五湖十六国 那才叫英雄辈出 下棋就是十六国监史 这就是十六国监史的东西